我從小就沒有辦法翻身 沒有辦法獨作 所以從小就是用了倫理代步 後來媽媽就是安慰我說 沒關係啦 你沒有辦法翻書 我就當你的手 我就幫你的翻 當初我就是跟大學說 因為我已經沒有辦法出席 可是因為我在台灣 他們是第一次要長壯的 為了爭取繞口術代筆 來回折衝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就如果你自己都放棄的話 更不用希望有其他人會 伸出手來協助 那時候他在大學聯考的時候 很多那個包括教育部長 好多人都下來幫他 因為他們都覺得說 你大考中心的態度太強硬了 所以後來在聯考的時候 他們就答應有一個人 可以幫他寫讓他看 他是算是第一個這樣子 所以在他之後 就是大考中心 就採取了一些比較合理措施 可以讓這些有需求的學生 能夠得到比較合理的對待 到了美國之後我發現 除了學校開的課程裡面 有很多一些人權方面的課程 特別是對於身心障礙者的 法律權益的一些保障課程 在那個時間點我就決定 轉換自己的研究領域到人權法 我相信台灣很多生障者一定 會有更好的機會發揮自己的能力 跟實現自己的夢想 他今天有辦法走到這樣的地步 他很想讓所有跟他一樣的 身上朋友或是一些弱勢的人 不要受限於社會上的一些障礙 一些限制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 寒鑑疾病的患者 我覺得台灣的身上障礙 已經有必要到全面檢視 做一個大修的程度 假設我能夠知道立法院 希望能夠積極去從事修法的工作 其實我一向很尊重他的意見 就是他想要走他的路 我只有一個使命 就是說我跟他講說 你只要你選擇你對的方向 我絕對是陪你 當你的手腳 陪你走到底 我是陳俊翰 本身是罕見疾病 極權性肌肉萎縮症的患者 身為民進黨不分區 居第16位的候選人 然後也是目前各政黨裡面 唯一的一位身上候選代表 我本身有律師 派技師的傳言 同時 律師根的法學博士學位 希望大家能夠把手中的政黨票 投給民進黨 為了台灣成為一個更多元 平等共融的社會 而努力 謝謝 我們在節目中 我們就會到訪吃 介紹 我們在節目中 風格 晚上 東西 風格 在節目中 風格 我們在節目中 勢